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广角智库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讲一带一路的这个故事 今年是一带一路提出的十周年 所以呢 在这个月的中旬 北京要举行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个高峰论坛 那么 普丁跟很多国家的元首会到北京来参加这次盛会 那么十年了 一带一路事实上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那么也改变了中国 那到底一带一路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国中央总书记以后 也就是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大权以后 他在一年不到一年他就提出了一带一路 这个非常宏大的构想 那么2013年9月他先在这个哈萨克的一个大学里面 演讲的时候他提出了 丝路 丝绸之路 经济带 这就是一带的全名 丝绸之路 经济带 这是一带的概念 那么第二年的10月他又在印尼访问的时候呢 又提出来了一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就是一路的概念 所以一带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这个是传统的思路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沟通东西文明的著名的那条思路 为什么叫思路呢 这是在19世纪 德国一个历史学家 他取的这个名字 那这条思路曾经 沟通了东西方两大文明 让东西方两霸文明 彼此的借鉴彼此的互补 也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不仅是文化的一条枢纽 也是一条经济的枢纽 那么不但造就了中国的文明 也造就了西方的文明 那这是就是传统的 现在一带一路所讲的一带 也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那一路是什么呢 一路事实上也是一个东西方 沟通的一个交流的很重要的管上 也就是海上的这个东西方 互相沟通 互相交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带 他事实上在宋朝的时候 甚至在之前就已经相当的繁盛 那么到了明朝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郑河下西洋 也就证明这个东西方啊 之间海陆的交流也是非常的密集 那么当时郑河曾经啊 他的足迹曾经到达非洲的东岸 那更不要说到达这个印度半岛 到达这个阿拉伯半岛 那透过阿拉伯半岛 事实上的话也跟这个哈 这个欧洲的文明哈 有很多很多的接触 所以呢 习近平又提出来的 这个海上思路 可是是21世纪的海上思路 那这个整个一个计划 就整个怎么样 在差不多2013年10月以后啊 就完全的怎么样 成为一条什么 一个规模相当相当宏大的计划 那么在接下来一两年 啊中国大陆成立了一个这个好决策小组 也就是怎么样来推动一带一路 那经过了规划 大概在2015年就提出来了 所谓丝绸丝路啊 三大走向啊 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三大走向 那么好先先讲就是一带的三大走向 一带的三大走向是什么 第一条 从中国的西北东北 然后经中亚 进入俄罗斯至欧洲 然后再到波罗的海 这是第一条走向 第二条走向呢 是从中国的西北 经中亚西亚 到达哪里 到达波斯湾 从波斯湾再到哪里 再到地中海 所以一条是最后的最后的 这个到达波罗的海是属于北欧 一条是什么 地中海是南欧 那么还有一条呢 就是走向呢 是中国西南 经过中南半岛至印度洋 所以这个所谓的啊 丝绸之路 经济带有三大走向 所以你看 一条是走这边走俄罗斯 然后到波罗的海 一条是走哪里 走波斯湾 走阿拉伯半岛 然后走到哪里 走到欧洲的地中海 还有一条呢 是走西南 中南半岛 然后进入印度洋 我前一阵子去这个四川参访的时候 四川的朋友告诉我们说 在古时候四川叫蜀国 那蜀国也是一个文化非常昌盛 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啊 所以呢 蜀国的产品 比如像蜀布 蜀国产的布啊 事实上历史上发现 它曾经在哪里 在印度 在半岛 在斯里兰卡 都曾发现过蜀布 那也就证明古时候 从四川有一条路 商道直接可以进入印度半岛 那也这就是丝绸之路好经济带 那么好 所提的三大走向中间的一条 那么再接下来 我们谈到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它也有两个走向 什么走向呢 它从中国沿海 经过南海 到马六甲海峡 再到印度洋 再延伸到欧洲 这条路就是现在欧洲跟亚洲 很重要的一条航道 那么这是一带 另外一个走向的是 中国沿海港口 经过南海 然后走到哪里 走到向南太平洋延伸 南太平洋就是什么 澳洲 纽西兰 甚至到南太租岛 甚至到哪里 甚至可以往 再走下去 可以走到南美洲 中美洲 甚至北美洲 所以呢 一共是一带有三大走向 一路有两大走向 一共五大走向 所以这个路线规划的非常清楚 那算出来沿线会经过的国家 一共有六十四个国家 所以这六十四个国家呢 就是怎么讲 要怎么样 是中国大陆要发展 要发展各种关系的 可是这是一带一路 一路的整个大的规划 可是一带一路 把这些路打通 要做什么 基本上 就是要协助这个沿路的六十四个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来怎么样 发展他们的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什么叫基础建设 就是道路 铁路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航路 有这些道路 铁路 航路 现在还有一个呢 网路 那网路 道路 铁路 这些都要修 都什么 都要建设什么 基本的 就是基本建设 你除了修铁路 你还要修高速铁路 公路 你要修高速公路 然后呢 海港 你要建什么 这种全自动的 像中国的阳山港一样 这种高效能的这种海港 那还有什么 网路 网路要有5G 要有6G 还要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卫星覆盖 所以呢 这就是一带一路 路径好画好以后 中国要做些什么事 很清楚 那中间要多少 要有建设 要有非常多的一带一路的这种 沿途重要公路铁路 网路跟港口机场的建设 这些建设 都有怎么样 中国大陆提供各种的 不管是融资 或者说技术 还有呢 甚至营建的协助 所以呢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宏远的 怎么样 把这些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 把它提升起来 提升起来以后怎么样 路通了 所以就是什么 商务也通了 商务通了以后 经济也就通了 是最后的目的 是要达到什么 大家共存共融 最后一个什么 背后的一个最高思想是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家都在这个星球上 我们命运与共 我们靠这些什么 道路到这些什么 这些现代化的通路 然后把我们的命运 紧紧结合在下 大家达到什么 共存共融 也就是今年我中国有能力了 我帮助大家一起怎么样 发展起来 富裕起来 然后呢 大家共同富裕 才会有真正的怎么样 和平真正的有什么互助 那这个一带一路 这个整个的建设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建设计划 那中间的精神是什么 精神是 共商 共建 共享 什么叫共商 也就是做这个计划 我们大家一起来商量 建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建 建好以后 大家一起来享受 所以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过去这一段时间 事实上的话 十年以来 那不仅仅只磨了 十年磨一件 十年磨了几十条件 每一条件 对于这些受贿国家 都是如什么 都是如大地碗一样 让他怎么 经济突飞猛进 我们最近看的这个 印尼的亚万铁路 从雅加达到万龙 这143公里的高速铁路 速度可以高达350公里 一个小时 这个就是一带一路下面的一个项目 另外 我们最近前一阵提到了 就是中老铁路 中国到老挖 这条铁路 这条铁路 也是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 另外 到了蒙 甚至到了这个 肯雅 肯雅有一条蒙内铁路 也是肯雅 近半世纪以来 最重要一个交通建设 另外 还有巴基斯塔 有很多怎么样 这个高速公路 有很多怎么样 甚至有一条中巴经济走廊 这个长长的经济走廊 帮助了很多 这个巴基斯塔的建设 所以呢 事实上的话 这个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也可以说过去十年的遍地开发 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 说要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从中国的云林港开始 这连云港开始 一直横贯到哪里 横贯到欧洲 横贯到哪里 横贯到俄罗斯 横贯到哪里 横贯到阿姆斯特丹 横贯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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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地中海的很多沿线的城市 这个中欧班列在过去十年开通以后呢 今年已经这个数目已经到了 我觉得好像是七万集装 七万个集装箱 这个数目是突飞猛进 每天都在进步 那么这个像一条什么 像一条生命现象 像一条血管一样 紧紧的把什么 中欧好 双边好 中国跟欧洲好 双边的经贸好 紧紧的怎么样 连在一起 也打通了任徒二脉 所以呢 这一条一带一路 这个构想真的是在全世界欧亚大陆上 都动得起来 很多国家 都看到中国的建设团队 在帮他们建设各种的基础建设 那各位会想说 都是中国去协助这些国家 那这有什么 对中国有什么益处呢 其实我们虽然不应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 应该全球世界的角度来看问题 可是呢 这个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大战略 中国历来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东东是世界文明最昌盛 经济最发达 国力最强盛的国家 可是就是近百年来 不断的衰弱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要和平崛起了 怎么样崛起不会让其他的国家感受到威胁呢 怎么样让中国的这种天下一家大同世界的理想 在中国崛起中得到实现呢 我觉得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什么答案 透过一带一路 让中国的崛起不是让很多国家受到压迫或受到剥削 而是让很多国家都同中国的崛起一起来受贿 中国把自己崛起的经验 崛起的模式到其他世界各国比较需要发展的国家里 复制起来 大家一同共同富裕 所以呢 这个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和平崛起一个大战略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是呢 可以让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啊 跟这个啊 国际的地位啊 得到怎么样 巩固加强的很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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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 对于所谓的世界大同 世界秩序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具体的呈现 所以十年下来 不但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 甚至称赞 甚至什么 认同积极的加入 可是呢 也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很多的忌妒 那么这些忌妒呢 他一开始用很多什么 栽赃抹黑的方式好 来试图污名化 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 比如说债务陷阱 比如说去资助一些好 这些好 这些独裁国家啊 帮助独裁国家 这些都是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险借之急啊 只是在皮毛上能够好 只是好把这个好 试图啊 在一带一路这么一块封碑上 泼一些脏水 不影响一带一路的 在世界上的地位 所以呢 抹黑不成 欧美国家开始怎么样 东思笑评 那么印度提出了一个什么 印欧经济走廊计划 跟美国一起提出来 也是效仿什么 一带一路计划 那么欧洲也说 我要花三千亿美元 要推动一个全球门户计划 协助世界各国怎么样 贫穷国家的基础建设 可是这些推出来以后都是什么样 只听楼梯想不见人下来 都是一句空话 而且对欧洲人来讲 你们好不好 好不好意思啊 你们好不好意思 反省一下 你们殖民了世界500年 400年 你对这些被殖民国家 留下什么基础建设 这些国家在你们离去的时候 他的森林被你们砍光了 矿产被你们开光了 钻石被你们抢走了 然后啊 留下来的是什么 一穷二白的这些殖民地 你的殖民地被你图 不是说统治 被你图毒剥削了三四百年 你现在突然回过头来 要帮他们建这个啊 什么基础建设 逛广港口 你会不会太晚了 人家会相信你吗 不过这些欧洲欧美国家的这些 相应的计划正足以反映说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事实上啊 已经替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奠定了一个啊 在世界上啊 一个啊 嗯 主导国际秩序啊 主导国际发展 然后呢 呃 台南解分 主导整个第三世界 经济的一个啊 起飞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力量 跟最主要的一个什么 全员 所以呢 一带一路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 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展望未来 在十年 未来的十年 一带一路 继续开花结果的成果之下 我想这个世界啊 会在中国的秩序啊 中国的这种啊 全统的天下观里面啊 变成怎么样 更繁荣 更和谐 更和平 那么整个月 开湾 沙 没